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欢迎来到功夫者课程班 我是今天的主讲教练 欣语 今天我为大家针对国际规定套路第一套棍术 所有跳跃动作为大家进行分析与讲解 第一个 背腿跳摔棍 侧面 好 这个动作出现在了我们国际规定套路第一套棍术的第一段 这个动作主要是需要两条腿一起一起起跳 起跳起来以后两条腿一定向后背 两条腿都往后背 抬头 手举棍举过头顶 在空中呢 成一个C字动作 两条腿一起往后背 起跳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蹲彻底一点 一定要蹲到底 然后抄底才起跳 起跳之后两条腿向后背 好 这边也是 蹲起跳 然后两条腿向后背棍 在落地的时候啊 在落地的时候 左脚略微要快一点 出腿要快 然后成扑步摔棍 左脚要快 右脚呢 要稳 自己的重心呢 掌握在靠后一点 然后摔棍 好 再做一次示范 记住 在空中要成为一个C的动作 努力去完成它 好 侧面示范 侧面给大家讲解一下 旋子扫棍 这个动作出现在我们国际规定套路 第一套棍树的第二段里边 做示范 好 这个动作呢 有两个动作来完成 第一个动作是扫棍 从右到左 体前的一个扫棍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旋子 旋子呢 在我们的公布者基本功能里边 已经给大家有讲解过了 这两个动作结合起来 才可以完成 好 下面我仔细的 给大家分解一下这个动作 准备试 过来这边 然后把棍抡到这边的时候 双手抓棍 让棍把从体下 走下 走关节下面 滑过 做抡棍 第一个 然后做背棍动作 滑过左脚 把重心保留在右边 然后靠身体的位移 带动 棍的转动 第二个 到这边的时候 经过头顶 轮过以后 分手 把左手领开 然后右手经过 左手的路线 然后在这个时候起跳 右脚起来以后 右脚之后啊 就要靠自己的腕力 和刚才棍的惯性 把棍经过自己的体前 滑过 在落地以后啊 还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收拾 好 把那个刚才悬的这个力啊 慢慢的给它消化掉 不要猛的这一下 把身体停住 这样的话 身体还是受不了 接下来呢 我再给大家做一次示范 准备动作 给大家做一下杯棍旋风脚 杯棍旋风脚出现在 国际规定套路 第一套的棍树的第二段 好 下面做示范 杯棍旋风脚呢 也是由两个动作来完成的 第一个是旋风脚 第二个是杯棍 在功夫者的基本功里面 大家已经讲过了 如何去做旋风脚 现在呢 我给大家讲解 旋风脚和杯棍 两个动作如何同时去做 在做完我们的五花棍之后 提料棍之后 注意 把棍烧一端 我们抓棍的时候 就要抓在棍把这一端 然后把棍烧一端 往回打 然后噎在腋下 好吧 把棍前端加住 然后棍烧冲上 棍把冲下 这个时候千万要记住 棍把的位置呢 略微要短一点 如果太长 因为我们落地的时候 是屈膝 屈膝呢 容易让这个棍太长的话 让棍除到地 这个动作呢 是会被扣分的 好 现在给大家 再解释一下如何背棍旋风脚 这个动作做完以后 记住右肩要稍微拉开一些 让我们的棍烧 斜向上45度 然后做肌部推掌 右脚 左脚把重心 放在右脚 然后做旋风脚 收腿跳 肌掌落地 落地之后 记住不要把它 一下蹲死了 要蹲完以后 接着把力画圆画开 做完肖风脚 一定要把力继续旋转完毕 这样的话 对我们的身体造成的伤害 才会降到最低 现在再次给大家做一次示范 注意 拿棍 棍巴这一端呢 稍短一些 把棍烧呢 植在植下 把右肩呢 向后拉开 棍烧前45度 然后推出左掌 做肌部 然后旋风脚 落地 继续旋转 好 把力量旋转到完 消耗到完 这样的话 对我们的身体造成的伤害呢 损伤讲到最低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 跳步步摔棍 跳步步摔棍呢 出现在我们的国际规定套路 第一套棍树的第三段 正面示范 跳步摔棍呢 和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有什么区别 主要是它是一单腿跳 做完 上步右脚 这是第一步 上第二步的时候是左脚 这个时候呢 右脚膝关节向上提 然后靠左脚单腿起跳 落地扑步 好 我再做一下 只有腿的动作 后刷步结束以后 上右脚 第一步 上左脚 第二步 起右腿的膝关节 然后靠我们的左脚跳 落地扑步 好 我们的手上的动作呢 是由一个平原 变成一个立原 然后摔棍 再做一下 这个角度 从我们的平原 轮到体前方的时候 换成立原 然后做摔棍 两个动作结合起来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做一次示范 好 这个角度 再做一次示范 好 跳步摔棍呢 这个动作 难度 难就 做在一个平原 换立原 这个角度 这个时间要把握好 落地 扑步和摔棍 要同一时间完成 下面给大家讲解一下 转身跳背棍 转身跳背棍呢 出现在国际规定套路 第一套棍术的最后一段 先做示范 这个方向的示范 转身跳背棍呢 是个难度比较大的背棍 这个动作呢 我来分四个方面 来给大家讲解 第一个面是地面的 和空中的不同 第二个是脚法和步法的相结合 先做地面脚法 脚法 右 左右 起跳 我们的右脚 我们的左脚起跳呢 要尽量把身体的位 这个重心提高 现在讲解一下地面的棍法 背棍之后啊 在一 二 第三步的时候 把手向后放 然后重心向前 向高 带起来 所以两只手 一个脚 要把我们身体的整个重心 带到空中去 好 下面讲解一下 空中的 步法的不同 来 在空中起跳之后啊 左脚要翻跨 左脚要翻跨 右脚迅速摆动 跟上左脚 成为一个 一个水平面 在空中 尽量做成这样的一个姿势 好 落地以后啊 左脚要平铺于地面 做瀑布动作 左脚的速度一定要够快 好 现在我讲一下空中的 棍法 在 我们把重心提到 空中一定高度的时候 棍拔 向上带 直直的向上带 这是个立元 直直向上带 直直向上带 这样的话 我们的棍梢的 位置呢 就会被带出来 棍梢就会被带出来 也是个直直的立元 好 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啊 棍梢继续运动 继续运动 转身 这个时候呢 就在做 转身的动作 转身动作之后 我们的右脚 我们的棍 从我们的右边的 体侧 滑过 在滑过的时候啊 我们的脚呢 是正好在做这个动作 双腿跳起来 把身体带到空中最高点 让棍呢 有个足够的空间 在 我们的右侧做一个立元 而不会打到地上 所以高度一定要有 做完这个动作以后 落下来 瀑布摔棍 好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再做一次示范 在做这个摔棍的时候啊 我们要小心 在起跳的时候 棍把的位置 不可以拿得太靠上 露出太多 起跳的位置 不要让棍打到地上 所以要棍把呢 要 稍短一些 这样的话容易让我们曲腿 然后做起跳的动作 在转身回来 滑棍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高度 一定的高度 让我们的棍呢 有空间 足够的空间 在我们右侧 滑一个圈 不要让它 打在地上 这个棍梢 棍梢和棍把呢 只要有一个 碰出了地面 一是扣分 二呢 是影响我们做这个动作的进程 所以这一点呢 将是我们做这个动作的 最难的难度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把我们的高度 和拿棍的把位 做好 今天这堂课 主要是针对国际规定套路 第一套棍树 所有的跳跃动作 为大家做出分析与讲解 希望这堂课 对大家的棍树练习 有所帮助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功夫者的email 放在屏幕的下方 这堂课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